在这个图呢,它是一个Cake,然后是Pwants to Shura 卖的,然后它把它切成大个长的,四个宽的,然后它要你找一片的那个area是多少 所以在这一边,它是2x-1和3x加5,3x加5应该比较长,2x-1其实是比较短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,我们就想象它其实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长方形 然后2x-1其实是它的宽,然后3x加5其实是它的长 然后它在这一边呢,它切8分和切4分 所以在这一边,我这一个我就把它除8,这个除4 所以我要找它的area的情况之下呢,它就是3x加5除8乘2x-1除4 然后8是32 然后上面的这一边,我这个乘乘乘乘乘的话呢,它就会变成那个6x-3x加10x-5 所以它会变成6x加10x-5 然后另一种方法,你就讲老师我不懂到底是这个除8还是这个除8 其实都不用紧了 另一种方法呢,就是说我的area of整个cake是那个什么3x加5乘2x-1 ok 3x加5,2x-1和3x加5 所以它在这一边,我这样跟它乘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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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乘,它会变成3。26 ok 它会变成6XY 3X加10X 所以它是6XY 加7X 然后它这一个 它分8片跟4片的时候 我就8乘4 成为32 所以它其实是切成32片 所以它的area area会是等于1 for 32 for 6X2加7X OK 这个就是它的答案 然后它单位是Cm2 Cm2 OK 所以这就是它的答案